1月到2月 中东 南亚 东非一些国家曾经遭遇大规模的沙漠蝗虫入侵 肯内亚遭遇的蝗灾更是70年一遇 蝗灾造成大片地区的作物和农田被毁 然而 联合国粮能组织近日表示 由于气候为沙漠蝗虫繁殖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非部分地区的蝗虫数量在未来几个月之内 或将急剧增加 带来新一轮的蝗灾 威胁粮食安全 联合国粮能组织表示 近期在肯尼亚北部和中部 埃塞俄比亚南部 以及索马里南部等地 大规模黄群正在形成 破坏农作物 联合国粮能组织说 这些地区在三月下旬出现了大面积降水 有利于新鲜植被的生长 给大批新生沙漠蝗虫繁殖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中一部分蝗虫还可能从肯尼亚迁徙至乌干达 南苏丹 此外 野门 伊朗 巴基斯坦等国 也有新生的沙漠蝗虫正在大规模繁殖 美联社援影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的话报道称 新一轮的沙漠蝗虫灾规模可能达到上一轮的20倍 目前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防控措施 对人员流动以及杀虫剂等物资的运输带来一定限制 不过 粮农组织表示 仍将同包括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在内的政府及农作物生产者 共同努力应对沙漠蝗虫灾 感谢观看